欢迎又来到FJCYC Dialogue 那我们今天就有邀请到三位嘉宾跟你一起聊天 好吧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嘉宾 然后嘉宾可以跟镜头的嘉宾来跟你说哈喽 哈喽 然后你们可以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可能你们的名字,你们的工作 可能我先介绍先吧 然后我名字是Daniel 那我是一个商人 我的名字叫张宏伟 我也是个商人 大家好,我是志豪 大家都是商人 然后帮我来分享一下你们是什么方面的商人 哪方面的领域 我有在不同领域 但是我一开始的时候生意是教育的 然后也有贸易,也有一些科技平台 这是我主要涵盖的范围 我本身是做这个空调,冷气空调的 所以我在,我也是,我开始了,我本身的生意已经在21年了 我们安装批发都有了 工伟的公司是龙头老大 数一数 不敢不敢,太很远 我本身也是从事比较教育的,就是开图系中心 然后当然今年也是有牵涉在一些建筑啊,行业的一些的项目里面啦 所以这是我现在正在踏足的领域 嗯,好,好 那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就是诚实正值 然后我们要请到这三位嘉宾 不是因为我们特别的合理 然后在诚实正值是最佳代言人,没有人比我厉害 不是,而是刚好神就安排了在这一块,这一方面 让三位嘉宾有特别的经历 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来讨论一下,我们就是聊天 然后来分享,可能在诚实正值这一块 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诚实正值 可是难免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的挣扎 那你们有遇过一个这样的挣扎吗 嗯,当然有啊 所以尤其是当 可能我先分享吧 然后当选择这一个题目的时候 我在想,诚实正值很难说 生意人 我们,而且还要找我们这几个人 是不是要讲我们做过什么东西呢 但是我可能比较多的是专注在正值那一边吧 可能我短短的,简短的分享我曾经一次的经历 我是做生意,那曾经 你知道生意并不是一帆风顺了 所以在有一段的时间呢 其实我面对的是非常大的经济压力的状况 但是在那一个的时候 那我相信孔伟跟志豪也应该有吧 那我面对那个状况的时候呢 同一个时候在那段期间 有一个牧者就跟我祷告说 有一笔的资金会进来 他就对我发预言 那我就期待,我就等待着 所以一个外国的牧者 那我在我等待的时候呢 突然有一天我就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在聊天 他本身有做很多不同的行业 但是最主要他的收入是还比较偏一点的 那可能大家自己去诠释吧 那他就 我就跟他聊天 我就说我想要做 他就问我你为什么你做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知道我做什么 但是他问我要 还想要做什么 我就想要开一间大学 那我就跟他谈 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 哦开大学啊 那我就现在支持你吧 然后他直接就 真的是拿checkbook出来 然后他就跟我讲 我这样我先给你一百万先 那可能 但是其实呢 你听到那个价钱很大 其实开一间大学一百万是完全开不了 他千万都开不了 所以他就想开一百万给我 那我就讲 哦我先祷告 我先回去看看先 那他不是基督徒 那我是基督徒 我回到去 我就开始祷告 然后我有问我的牧者 有问我家人 去check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 最大的挣扎就是 在那一个时候 啊 钱有这一笔钱 这笔钱是肯定会拿到的 而且他总而要投资到最后 我们所说的 他就是大概一千万左右 但是那个问题是 我要我是否要拿 因为他很老实的跟我说 这个钱 他比较 他想要做正行 所以把那个钱要转来正行 那时候我就在思考 我有点担心跟惧怕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 是当时候我最大的挣扎吧 当钱很大笔钱 来到你的 生命的时候 嗯 你选择的是要拿 或者是 你不要拿 哦这个是我最大的 那时候我挣扎了 差不多一个月了 那我相信尤其是孔伟啊 孔伟 其实 他因为做工程了 可能更大的挣扎 还有自豪自豪也应该是 我也是类似了 但是我 比 Daniel 跟不要失败一点 我拿了 基本上 我是做工程的 我是做冷气工程的 我自己 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 不懂我以前 我们做 我打工的时候 我 我们的整个文化 都是 都是需要做一些 不正当的 去拿到很多工程 哦 基本上很多工程 但是当我信了主播后 哇 每天在台上啊 你知道在台上 都是 讲那些见证 都是很正直 哇 你怎样试过 你可以不需要的 你不需要 你就可以拿到了 我在台下 我就想 哇 真的吗 真的吗 可以吗 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然后 这些工程赚了的钱 你知道 要做奉献的时候 我就在想 哇 每次读圣经 好像神不喜悦 这些 这些 不喜悦你的钱 不喜悦我的钱 哦 因为这些钱好像是 不干净的哦 哇 很压力哦 然后还 我还在 儿童教会 做一个老师 我还在每天 在教他们 你们要正直啊 你们要乖啊 所以 哇 挣扎 这个 这个 Daniel是一个月了 我不是一年 不是两年 不是三年 是五年在那边挣扎 我在想 要吗 不要 要吗 不要 这种 这种 争扎 真的是 不敢 你知道吗 每次要做 每次要做又不敢 然后我自己 找五年也很厉害 我们自己 又没有本钱 你知道吗 因为我 我不是 不是Daniel 他是为了梦想 我是为了吃饭哦 我是为了吃饭哦 如果没有啊 如果我不做 如果不能 因为我刚刚结婚 哎 家要养 又有老婆 又有孩子 然后 怎么办 而且 我 我真的是 那种挣扎 哇 可以 可以信吗 这个神 所以 这个是我的挣扎 嗯 可能 智豪 你 哈哈 哇 这种挣扎 一年啊 这样 应该也是拿了先 哈哈哈哈 我才 才去拍 这样 当然做生意 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挣扎 然后比较主要 我自己是 我觉得诚实正直 比较 在挑战我 就是 对某一些事情的坦白啊 还有 诚实 因为我觉得 出来是会一段时间的嘛 然后我觉得 诚实啊 坦白啊 是很难的 有时候你 你希望就是可能 有些东西你隐瞒啊 或者是不大 不大给别人知道啊 所以就选择收场 所以我自己在 认识神 然后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 我自己也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好像一种习惯 然后来发现原来 呃 自己生活漏了一个洞 就是开始原来 越来越多的 隐瞒啊 欺骗啊 自己是不敢去坦白的 也不敢跟领袖啊 跟人啊 所以开始这种 收藏收藏隐瞒 你收藏什么可以问 收藏的东西有蛮多啊 就是可能对领袖啊 呃 在生活啊 感情啊 就是因为我们 在教会 就是要坦白的嘛 就是比如说你喜欢谁啊 你要坦白 然后你今天 呃 呃可能 做什么东西 你要坦白哦 你自己在家 做什么东西 你有没有犯罪啊 你是要坦白啊 对不对 你不可以就是 呃什么东西都病 因为自己一个人 你可以不用特地坦白 但是很多时候神知道嘛 但是自己又觉得 没关系 反正今天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们就 把它藏起来就好了 所以这个挣扎 是让我自己 呃在带小组合做领袖的时候 蛮挣扎的 因为啊 好像空伟这样咯 你要面对人 你要带人 但是同时间 你又要教导自己 成为这个挣执的人 就是他会很 很 struggle 啊 因为这个过程 你会一直来自己盖自己 自己盖自己 自己盖自己一巴掌 所以这个是我 那时候在面对 这个一些的 呃 心灵上 心灵上的一些的 挣扎跟挑战 嗯 那可能 呃 两位前面的大哥 Daniel 还有空伟哥 比较是在金钱上面的挣扎 嗯 然后呃 那可能我们的 志豪弟兄 他是比较是在 对于自己 诚实 对于自己正直 或者是对人 那呃 呃 再遇到这种的挑战 你们都选择 怎么样去面对 跟解决 呃 其实那个时候 我面对那个 金钱上的挣扎 好像刚才孔伟哥 还有志豪 在分享的时候呢 其实的确 尤其是基督徒 我也听过蛮多人 跟我们说 怎样的去做选择 嗯 我那时候 我的解决方式呢 就是 上帝祝福的 我就做吧 上帝不祝福的 我就选择不要 当然那个挣扎 是非常大 因为 大概我分享的 那个时候我 其实经济上面对 还蛮大的挑战 同时有一笔钱进来 那 同时又有发议员 那 我问了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跟我说 你拿了先 再打算吗 好像刚才孔伟哥 五个年哦 我很佩服孔伟 孔伟可以五年 答案到 我一个月 我每一天早上起来 我就跪在床边 我就跪着 我就跟人家说 真的 真的 不拿吗 不是真的要拿吗 是真的不拿吗 然后我跟天 每一天啊 早上六点起来 我就跪在床前面 就祷告了 神你真的不要我拿吗 我就这样祷告而已 但是因为 很多时候 我们 要知道 我们自己要的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对于现在 做生意的很多时候 我们不了解 不清楚 自己的 要的东西是什么 很多试探来到的时候呢 你就会去拿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主要是因为 有一天早上起来 看到圣经灵修的时候 神就跟我说了 有一句话 大概在 是关于亚伯拉罕的 亚伯拉罕就说 跟对方 就是那个四王五王的说 一分钱他都不拿 一坑线都不拿 只要不是来自于神的 所以那时候我一祷告 上帝突然给我看到 那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决定了不要拿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拿或者是不拿 或者是怎样解决 很大的是取决于 自己要的是什么 你的神是第一 那肯定 你就会决定不拿 你会跟着神的道路 如果钱大过神的话 你肯定就会拿着钱 但是我这样讲 是讲到很好听 很好听 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经历的 但是很多时候 的确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试探 所以可能孔伟 孔伟刚刚他分享的 其实孔伟拿了 那我相信 一定不是停在那边 如果停在那边 孔伟拿 就很难讲 好了 因为这个毕竟也是诚实正直 可能孔伟看看 你过后你怎样 因为你刚才讲到我 你拿哦 你去到多深之前 你把自己扳回出来 我不是 我基本上 我没有改变 我就是说 我信了主过后 我没有改变 要傀儡 还是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没有改变 但是我很想改变 我本身很想 因为我 那样信主嘛 每个人都讲 可以这样子 然后得到祝福啊 这样子 好像 好像 过后 过后 很 可以讲很多故事这样 然后我 当然我也不敢 只是说 我一直祷告 我一直祷告 我说 主啊你给我一场功 不需要的咧 好像很顺利的 这样子可以吗 但是我一直等 等了五年没有 然后我 当然 过了五年 我自己决定 我拿一场功 大概 那时候对我也是很大 我很记得那场功 是240万的一场功 我就告诉他说 多少个零 我跟神讲 我说 这一场功 我不想 我不要做 但如果没有拿到的 我总之我不做 当然 在拿的过程 很多 很多奇怪事项 包括我还没有拿到 我就给人家骂 给公司骂 骂 骂 可以祖宗十八代都骂 哇 我很惊喜 你不要给我 你不要给我 就不要给我 你这么骂我 但是也惊喜 就是这样子 祖的神迹奇事 就给我拿了 标到这场功 标了这场功 那些主板 那些也一直在弄我 因为我不花一些钱 不给啦 然后就包括一些 你知道 有一些 那些要把我的冷气 运输在每一层楼 要把我的 那些运输 他们说 我们来抽签 但是我每次都是抽到 半月12点 或者凌晨2点 我说 这样子的事情啊 那我说不要紧 我都付 给我的员工 然后我说不要紧 你们OT 你们就去做 然后我们的 测试五次 每一粒冷气 每一个部分 要测试五次 如果有贿赂 一次都不需要 我们的就收工了 所以我那一场功 真的很苦啊 我的员工也是做到 流眼泪啊 我记得我有一个 他跑来跟我讲说 老师 你不需要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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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但是那场工作 做了 有神的祝福 真的是 祝福很多 嗯 好 那 志豪呢 志豪 你当你遇到 哦 又想收着 又不想收着 又想坦诚 最后 你怎样决定啊 我觉得如果 我是Daniel 他们应该是 先祷告 怎样可以拿到他 怎样可以拿到他 我觉得 人生 生活就是有遇到 很多这种选项 和选择题 所以变成 呃 呃 我当下我自己的 的状况就是 我觉得可以不用坦白的 因为反正 我觉得 没有人 呃 也没有人去 理解 所以所有的事情的 发生 所以我觉得 就是 然后 不知道就是继续做下去 因为 你的小组团队还是可以带的 你生活还是过的 当时候啦 所以 只不过他有一个问题 他会越来越 呃 衰退 而且越来越 呃 挣扎 刚才我说的 所以后来我 我觉得 没办法了 我自己过不到那个 呃 良心的那一关 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 呃 一定要先 坦白自己 我一定要先 跟我的领袖 跟神 坦白 因为 当下的我 我已经开始觉得 对信仰啊 宗教已经开始 没有什么兴趣了 因为 因为它是一个洞口嘛 一个破口嘛 所以那个破口 吞刺了我的 我的人生 我的生活 对灵修啊 祷告啊 亲近神 爱神 这些想法完全没有了 都是很很很世界的想法 就觉得 怎样可以来 呃 越过这个东西啊 怎样可以占生啊 这些很世界的想法 都是来 侵蚀我的脑 所以当时候 我自己也开始冷淡啊 然后也开始越来越 离开了教会 然后 然后直到我自己发觉 这样子下去的人生 不是我 当初的护照 也不是我的一个 想要的结果 所以 我就对我的领袖坦白 我自己 呃 正在面对的挣扎 到我的感情啊 我的生活上的一些挣扎 我就跟我的领袖坦白 然后 呃 这个坦白就好像 开了一个光这样 他就好像给我的生活 从黑暗的雾里面 呃 开了一道光 让我看见 其实我是可以走出来 其实我是可以 呃 overcome 这些问题 所以呃 当下过后 我自己的生活就开始改变了 然后我也回到教会了 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一段时间我是被ban 没有来教会的 哈哈 我是没有办法踏入教会 因为生活太太潦倒了 然后很多问题也很多 不成是坦白的地方 所以呃 但是过后 我自己坦白的过后呢 已经开始看见神 怎样慢慢的回复我 直到现在我自己 呃 走进了一个人生 另外一个领域 有了自己的妻子 也结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呃 神的一个的祝福啦 在我看见坦白过后 的一个结果 Amen 啊 呃 日豪也分享到了神 呃 当时他选择怎样坦白诚实 面对自己跟面对人的受伤 这样祝福他 啊 daniel 嗯 啊 然后金钱方面 你拒绝了过后 然后怎样 后面 吃草 后面怎样 他花了五百年 对啦 其实好像刚才志豪所讲的 志豪刚才他讲话 他第一样就是要先求友先 然后孔伟刚才也讲 他讲 以前一直祷告祷告求上帝给 所以 那我的确 因为在整个的路程里面 我常常都求上帝 给我更多 给我更多 但是看起来神 好像都没有 所以有时基督徒的我们 呃 来到 会来到 总是预见这种试探 就是你求了很久 但是没有 突然有一样东西来了 但是那个东西又不是属神的 所以那时候我做 我做了这个东西 虽然我没有 拿到这一笔钱 到最后 是我自己跟那个朋友说 可能我不要做了 我不要做这个东西 他们也很惊喜 因为钱都可以已经送到了 然后到最后我没有拿 但是我发觉到的东西是今天上帝给我的 我要的东西是没有带到 没有带任何忧虑的 而且我所做的今天 可能没有办法讲 我要去买跑车 Ferrari 可能那时候我做了 可能可以买 买这种这样的东西 但是今天我没有 买到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并不会比大多数人差 我有的东西 未必是最好 但是我的生活品质 在神的里面是最好的 我可以花时间给我的家人 我可以花时间给我的 我的孩子 刚刚出生的孩子 就是在整个MCO这样 在这次整个MCO 最起码我都没有辛苦 而且反而我赚的钱更多 所以这个是我看到 当你走在神的里面 如果你问到我 你怎样经历呢 上帝给我的祝福是不带忧虑的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到今天 过了蛮多年的时间 我学习到的一个功课就是 上帝给你的未必是最多 但是的确是对你最适合 最足够 而且不带上忧虑的 Amen 神给的是你需要的 对 我需要 是 Amen 好 那孔伟哥 神怎样带领你接下来 因为其实Construction 真的是 我觉得我本身也是觉得 是最黑暗的领域来的 在Lalaysia 然后这样 你勇敢的去用你觉得对的 神觉得对的方式去处理的时候 你怎样去 尽力后面的你的career 我觉得Daniel 现在是已经很顶了啦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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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种小声 金金班 狗炮 是 工伟才能上岸 我是这样子 我过后 我就跟你们 就我刚才分享的 我自己的那一场工 其实过后 我算了算 我的profit是 有史以来最高的 我个人完全没有想象到的 因为我付给那些员工的 那些OT 这一类都很多 但是 an out 是profit是最高的 而且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高 因为 我那一场公司 完全不需要回去再弄过 因为原本我是有预备一笔平 一定每一次要回去 low gas 这个 那个 基本上 我非常感恩 原来 原来他 之前这样子对我 是有好处的 所以 过后我再拿了两三场 我在做 都是这样子信号神的方式 一场也 好像一场比一场大 甚至有到千多万 但是 但我告诉你 我每一天都活在试探当中 那个试探 每一天都 你要不要啊 你这样子我就给你过啊 好像 我要不要走容易走的路 还是我要走窄路 这个试探 但后来我 我总觉得原来 试探是可以不需要 不要经历的 就因为我每一天祷告嘛 读导文都有讲 叫我们不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熊 可以不遇见试探吗 为什么我偏偏要去遇见试探 因为我在这行 我就遇见试探咯 我可以不要遇见试探 好像 他可以不需要遇见试探 如果他没有 但是那个试探 确实 他分享一点点 就有一百万 所以我在想 我不要遇见试探 那我怎样 我就过 我就 我就转行 我就那时候我就祷告 神就带领我 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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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开门 门市做生意 然后去做 服务 去做这样子 你问我 换得很好吗 我告诉你没有 前两年 接近 亏 但是感谢主啊 没有亏 因为我也不熟 但是 回头 回头 我现在在看过去 我现在很舒服 因为我现在做生意都是用 我现在做生意都 都 就算MCO 我还可以做买卖 如果我现在是 我之前做 哇 我一定有很大笔钱 还没有收到 我问很多我的朋友 很多钱啊 没有收到啊 不能开啊 哇 他的人在在哪里 哪里东西坏了 这个那个 我相信我就睡不着了 如果现在我做 我已经睡不着了 现在我感恩啊 神当年 这样子带我 给我 祝福到我现在 而且 我现在是 躺在神那边 真的很感恩 舒服 平平安安 上岸 上岸 我觉得可能 男人遇见的是 他会比女生更困难吧 可能 而且 这些金钱 都是很 很不容易的 试探了 我们听好像听起来 往前啊 就绝望 那我们则是在那个 逼迫的环境的时候 真的是 很难的 可是感谢神 大胆使用这三个 弟兄 能够在我们的世界上 每个人都选择这样做 他们却选择成为不一样的人 也鼓励前面的家人 你在看这个视频的话 坚持这个原则 坚持我们的态度 诚实正直 我相信神的祝福 会很大的祝福你的生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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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